关心马航NH17坠机事件 礼拜三,40名马航客机的荷兰籍乘客遗体终于运回了荷兰 荷兰全国上下忍住悲愤情绪,举过哀悼 对于这场悲剧的责任该如何追究 绝大多数的荷兰民众认为应该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 无辜的遇难者终于可以有尊严地回到家乡 为纪念298名被乌克兰青俄叛军无辜杀害的遇难者 7月23日当天,荷兰全国降下半旗,举国哀悼 面对由俄罗斯支持的东部叛乱所导致的坠机惨剧 乌克兰总理亚才纽克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 欧盟对俄罗斯的更严厉制裁,原先计划本周二可以出台 但一些欧盟国家由于担心制裁俄罗斯会令本国陷入能源危机 而被迫将制裁延后 亚才纽克希望欧盟在10天之内制定出制裁措施 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,绝大多数的荷兰人认为 即使会伤害到荷兰经济也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道